其实因为很多人在讲说 治安到底有没有变好 但是呢 这个图其实昨天宾格有讲 就是说 博二仓库着火的时候 很暖的市长陈其迈 是说大家帮忙找猫 都已经烧起来真的很暖 太暖了一点吧 然后大家也很多人在认为说 你就现在又是 反正只要有治安不好 或者有这些风声出来的时候 你就换警局的局长 然后就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所以人家就觉得说 连治安这件事情 长官说好就是好 长官说不好的时候 我就是要换局长 就是要疏通了 这变成说 治安其实是 变成政治的一种工具吗 不是而且民众 难道不会看破手脚吗 可是民调还这么高 大前天 大前天 我看到 我是台北市议员 其实我不是很在乎 不是很去关心高雄的新闻 所以先等一下 我们就要插播的是这张 我们刚刚讲的 终于来了 先讲书院长说 突发的治安事件 情杀出场难免 难免 而且就打电话关切了 2021年的高雄治安这部分 我先来讲 1月8号 情侣闯红灯 紧开12枪 然后这个女子新欢 联射救援 16枪 哇这比多的 忘穿男子被枪压 然后毒品纠纷 又一枪毙命 好友 然后又毒品人口凶杀案 又这个女高级的传私刑 然后又有网红挨刀 又有债务纠纷 KTV泼汽油 阿扁楼下枪战 百姓银行金团抢案 然后离婚男子 十枪枪杀前妻 这都是两个月的事 我有点累 对就这整整两个月之内事 这还是治安呢 这只有治安 公安这边也一整排 这也不用技术啦 就是什么气爆啦 坠楼啦 早气中毒 冒烟啦 早气中毒等等 大伙 洋洋沙沙 这是这两个月的事情 我再讲一次 七成满意度 对 而且大家要注意 这是2021年而已 今年开始而已 2021 现在也不过才3月10号 11号而已 11号 就这样洋洋沙沙 所以我 大家前天晚上 我在台北已经很少去关注 高雄的新闻 我关注的都是台北新闻 但连我都一直看到高雄 下子气体外泄火灾 连面包师傅都有枪 坦白说 这个我吓到了 为什么 黑道有枪我可以理解 我们如果连隔壁邻居的 面包师傅都有枪的话 我真的会吓到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高雄市的议员 我打电话给邱雨萱说 你们怎么忍受的下去 你们的媒体怎么忍受的下去 你们的市民怎么忍受的下去 坦白说 这个如果在台北的话 大家是很难想象的 昨天某媒体公布的那份民调 我觉得最应该要看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其他的五都市长 你看了以后眼泪都会掉下来了 他这样子可以有七成民调 那我们不就是白搭了吗 最应该给常常吊车尾的柯文哲看 柯文哲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台北的话 我告诉你 柯文哲一定铺天盖地的被修理 市民也好市议员也好 可能连徐国勇都会进驻到台北市政府来做了 我告诉你 真的 可是高雄这样成其脉可以满意度七成 坦白说 刚刚谭兵哥说的山水民调 大家就会心一笑 那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圈子里面的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心一笑 但是可能那个网友不晓得 我跟大家讲 这份民调诡异到诡异在什么地方 有三个诡异的事情 我现在写了脸书 第一个诡异的事情是 这个没有一个媒体会单独针对一个市长 然后突然去做出半年施政满意度 这两个keyword 你都要花钱去做 我们通常看到就是六都市长 或者说年底施政满意度 一周年你才有可以评比 六都市长谁先谁后什么的 你干嘛无缘无故早上醒过来突然想说 我来帮陈其迈做个六都市长 而且是半年满意度 这个就本身就很奇怪 第二个发布这一个民调的媒体 你去查他过去从来没有做过民调这个业务 我们知道TVBS会做民调 我们知道联合报会做民调 我们知道这个爱卜罗会做民调 会做民调的可能是固定 或什么台湾民意基金会等等的 这家媒体从来没有做过民调 在我印象所及 他大部分都是政治的评论 突然开始拓及民调业务 而且第一炮就是针对陈其迈 做出如此亮眼的民调数字 数字做出来这么漂亮 第三个诡异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三个诡异的地方在于说 你去看他整份民调的新闻稿 你不去看媒体 你以为他是高雄市政府研考会所发布的呢 后面一大半都是在说高雄要做什么政策 我猛一看我以为是高雄市政府研考会 我一开始想说 这高雄市政府研考会真敢吹 后来不是不是研考会 不是官方是民调 所以这三个很有趣的地方 然后陈其迈还好意思 马上出来一搭一唱 哎呀我们会更努力啦 这个民调只是参考而已 配合的真的是蛮刚好的 很谦虚耶 很谦虚耶 完全就是要转移他这些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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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只能说 这个就是韩市长说的 高雄是一个爱与包容的城市 这个对陈其迈的民调够包容了 我晚上就打给邱雨萱 我说哇 如果没有这些事的话 陈其迈民调可能会 百分百喔 可能会一百分喔 那他可以 那超过那个 冯世宽耶 那超过陈时中 陈时中最高的时候 曾经到92嘛 对不对 如果他 那个陈其迈没有这些 枪击没有这些公安的话 民调会破百都不一定喔 会到110喔 为什么连外线市都好羡慕 蜂勇的移入高雄市 所以我觉得 这个 我也不能说民调参考看看就好 或是什么 我只能说 在去年年底审预算的时候 邱雨萱打了一通电话 充满了困惑物 你们台北今年有新增这么多媒体行销预算吗 怎么办 我们新增了好多媒体行销预算 我可以砍吗 我说蛤 为什么你们要突然新增很多媒体行销预算 你当然可以砍 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只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媒体行销预算 又为什么要编这么多了吧 对说到媒体行销 说到作秀 你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呢 这个枪炮条例修法 然后当时呢 开了一个很盛大的记者会 就大内宣嘛 就要扫荡黑枪 那我们看到这个警政署长陈嘉青 他也说 单月就查到上百支黑枪 所以这个查气能量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没有啊 昨天黄绍廷议员在我们现场说 高雄最近越越传枪响啊 他不是越越 他说每天还越越啊 他好像说每天 而且刚刚有一个大陆网友在里面 问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怎么样 你们台湾为什么不进枪啊 我们台湾进枪的啊 我们台湾是进枪 这不是 进子枪 对对对对 不是进口枪 我们是进子枪 是不能有枪的 对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枪 这么多私枪 大家就不知道了 好那我们回上一张 来看到了这个 我们要先看到这件事情好了 就是说为什么在韩国瑜当家的时候 有没有 你不要说发生那么多事好不好 一两件事情 有没有 孙昌就震怒 KTVB酒店前面斗殴 这个不得了 抓狂了 抓狂了 徐国勇就下来了 好那事业王宏威就说 对啊 那现在的徐国勇在哪里呢 好你要不要比照当时啊 在电话里 对就电话里是没有 结果徐国勇说 有我们都按照规定 我有去 一直有到南下开会 然后最近还去过一次没告诉大家 这个就没有跟王定宇委员学嘛 上工的时候你就要打卡啊 你要告诉大家你有来啊 对啊 冰哥他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有必要偷偷摸摸的吗 他还没有跟王定宇委员邀到那个软体 不然他在打卡 他在高雄 早安高雄 徒步不够多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扯这种都是干话啦 那很简单嘛 那过去你去开会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那为什么现在又不需要告诉大家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的标准到底是何在 而且我讲一句实在话 其实我们大家心里头都很清楚 陈嘉青跟徐国勇你们去了又怎样 不去又怎样 去不去能够改变什么吗 陈嘉青刚先会提的那个 说什么哇我们做了一个专案怎么样 一个月破获了上百只枪 我跟你讲 如果你一个月能够被你破获上百只枪 我跟你保证全国至少一两万只枪 跟蟑螂的那个道理是一样 看到一只蟑螂有失智 很简单嘛 我们发现一只蟑螂大概低下 你家大概藏了五百只蟑螂 那一样的道理嘛 你如果随随便便这样就可以抓 我老实讲啦 抓枪有这么容易吗 我自己保社会新闻这么多年 你不要骗我 如果你在 比如说给他一两个礼拜的期限 叫他立刻交一把枪出来 我告诉你十之八九那就要仰岸 我平常就知道他还有枪 我故意不抓他 我等到你上面叫我交枪的时候 我再去抓他而已 就这样子 这样我才好换分数啊 就这样子啊 那 所以你临时要去抓枪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 当你一个障碍下去 你把你挖 一下子他们随便便 全国就可以抓住一百只枪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叫你绩效走出啊 这个时候你脑袋要去想啊 完蛋了 原来台湾有这么多枪啊 你还有这么多枪 我根本抓不到了